第304章 西楚霸王 五 顾建堂的这句话不亚于他使了一手方寸雷,只不过徐凤年文言后没有一惊一乍,毫不犹豫就跟远处殿小二挥手多要了碗水饺,然后笑眯眯问道,一大碗也就二十多只饺子,整个离养版图不过三十周,一只饺子价值一个周。 顾大将军就不觉得这笔买卖亏大了。 顾建堂一笑置之,没有回答,好像只是个鸡肠碌碌的旅客,耐心等着那碗皮薄肉多的水饺。 徐凤年先前狼吞虎咽吃得快,将你小口小口自然吃得慢,徐凤年率先放下筷子,心满意足地吐出一口气满嘴的大白菜味道。 顾建堂的神色古井不波,跟这位年轻藩王坦然对视。 两人岁数上相差一个辈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相差一个春秋。 老一辈的春秋四大名将,大储叶白魁用兵罪证,一生大小战士七十余场,无疑败继。 可惜最后只输了一场,息累毕,就全盘皆输。 冬月驸马爷王岁,最具春秋风神,总能化福朽为神奇,善用骑兵,每每总能出人意料,能赢不能赢的仗,但也能输不能输的仗,而且输得让对手都感到莫名其妙,所以才华最胜,反而成就最低。 徐霄各人掏略最为逊色,但盛在坚韧不拔,任性最强,屡败屡战,不论如何兵败,总能死灰复燃,哪怕人死气犹在,所以徐家军心始终凝聚不散,这才笑到了最后。 顾剑堂其政分别不如夜王两人,但盛在用兵从无短板缺陷,故而此生,在沙场上获得战果辉煌的同时,败仗只有小叔从无大败,比之很早就八百老族出辽东的徐霄,顾剑堂进入春秋稍晚,一步迟步不迟,最终只有两国之功,而徐霄则有六国之功在手。 黎阳朝廷大多数的兵家史家纵横家,都不以为顾剑堂调兵遣将不如徐霄,而是输在了徐早顾晚,顾不逢时。 而顾剑堂的生平事迹,耐人寻味,留在京城担任兵部尚书后,一口气打散就部分到黎阳各地,如蔡南董公黄等人,都在地方上担任封江大吏,泰安城的顾卢,虽然跟张巨鹿的张卢有过双风对峙的格局, 但是从来都只说碧尔权清朝野,没有顾剑堂之手遮天的说法。 而顾剑堂作为历届五平十人之一的武道宗师,从不再以名次高低,也从无去过五帝城跟王先之一较高下,作为当之无愧的天下用刀第一人,更不会跟用剑的武道宗师横眉竖眼。 十多年来,除了降服元年曹长青和江四联手闯入泰安城,顾剑堂以黎阳武臣身份出手用方寸雷兰阻过,就在没有传出顾剑堂主动跟人交手的消息。 二十年来,顾剑堂在黎阳朝堂屹立不倒,无一人质疑过这位功勋大将的忠心,先帝赵敦没有,新军赵传没有,满朝文武更没有。 在黎阳眼中,这位老兵部尚书不但是对抗北梁铁骑的不二人选,还是黎阳最大的主心股,沉默的顾剑堂,就像老百姓家中传家宝的存在,不掏出来世人,就意味着家底还在,底气还有。 所以,哪怕去年广陵道战事那般糜烂不堪,负责两辽边防的顾剑堂都不曾领兵南下,黎阳百姓也因此始终不认为西楚叛军能够成事。 但是今天,在西楚已经注定大厦将清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位黎阳王朝唯一的大驻国,说要让一个不姓赵的年轻人当皇帝。 徐凤年看着坐在对面拿起筷子,轻轻戳了戳油屋桌面的顾剑堂,看着他夹起一只水饺,开始细嚼慢咽,徐凤年脸色如常,那是无数次死战厮杀魔力出来的定力,但是不妨碍他内心的惊涛骇浪。 顾剑堂一口气吃了七八只饺子,略作停顿,抬头看着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年轻藩王,瞥了眼他身边那个身份敏感的年轻女子,淡然道,不信。 今时今日的顾某,还需要用言语蒙骗谁吗? 三次游历江湖,加上一场两莽大战,和两次京城之行,徐凤年早已不是意气风发的愣头青,笑道,难道你这趟南下不是找曹长青,而是算准了我会拦你。 顾剑堂加起一只水饺,轻轻抖了抖筷子,抖落些许葱花,不急于放入嘴中,摇头道,你要是不来,我就直奔泰安城去杀曹长青,换成之前,面对如胜曹长青,我最多有四分胜算,自然更加杀不掉转入霸道的曹长青。 此时的曹长青是谁都挡不住的,可他要执意要以人力战天时,消磨黎阳肇事气术,到时候我就有了可趁之机。 你既然来了,那更好,相信你已经知道我为何对曹长青怀有杀心,原本他答应我一旦西楚事成,将是成为中原贡主,之后北莽战功全部归我,这个邀请我不拒绝。 徐凤年皱眉道,西楚事败不是一样吗? 你顾剑堂甚至不用背负一时骂名。 顾剑堂冷笑道,我这二十年做了什么?还不是不得已的养寇自重? 西北有徐霄,朝中有张巨鹿,这才有我顾剑堂的安稳,翻证割据翻证割据,除了你们这些伟大不掉的藩王,别忘了还有一个镇字,广陵战士,死了多少原本不会死的将领,血减多少武将势力。 严镇春在内的所有骑军禁煤,杨慎兴的冀州不足,所剩无几,广陵王赵义的水师部军全部打烂,淮南王赵英更是战死。 文臣认你如何官高权大,皇帝找个罪名说杀也就杀了,可边关武将的话,岂是说杀就杀的? 说反就反了还差不多,既有起兵霍乱的本钱,也无文人忌惮轻使骂名的顾虑。 换成我顾剑堂当皇帝,为了长远的家天下,一样要众文义武。 顾剑堂吃着饺子,缓缓道,你以为先帝赵敦死前就没有对我下手? 且不说我救部唐铁双田宗等人入京为官,就说卢生相徐拱这两人,分明就是用来取代我的人选,徐拱代替天子巡视边关。 卢生相用广陵战士积攒履历,两人用却不重用,为何? 无非是免得过早公无可封,真正用他们还是要用在以后的北莽战士之中,他们要羽翼见风,毕竟还要很长一段路要走,说句难听的,给他们十几二十年戎马生涯,撑死了也就是第二个顾剑堂,到时候黎阳大局已故,要他们卸甲归田,总比要我顾剑堂卷铺盖滚蛋要简单很多。 汉大催奸,徐徐途之,张巨鹿原本息为先帝定立的策略,不坏,可作为当事人,我顾剑堂岂会束手待毙。 赵家人如何对待功臣,需要我多说吗? 顾剑堂又加起一只水饺,忍不住瞥了眼背负剑侠的大楚女子皇帝,笑意玩味。 徐凤年,知道曹长青和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是用什么理由说服我的吗? 徐凤年突然满脸怒气,咬牙切齿道,他娘的,曹长青是不是答应你的某个儿子当皇后? 如果真是这样,我不拦你,我给你顾剑堂当帮手。 看老子不把曹长青打得一点都霸道不起来。 桌底下,徐凤年的一只脚背被狠狠踩中,反复碾压。 也许是觉得一只脚力道不够,某人身子矮了几分,两只脚都踩在徐凤年的脚背上。 顾剑堂哑然失笑,曹长青还不至于如此无聊。 曹长青只说他能够任由我踏平北马,也敢让我顾剑堂率军独立完成徐骁也没能做成的壮举,理由吗? 很简单,他曹长青生前,我顾剑堂军功再打,也造反不得,因为他曹长青能够跟我同归于尽。 就算他曹长青死在我前头,到时候一统中原,而且吞并了北莽的大楚,也还有个人,只要我敢图谋不轨。 一样,有人能够单枪匹马,杀我顾剑堂,而且那个人肯定会比我活得长久。 所以,顾家不管如何是大,五十年内注定安生,至于五十年后具体形势如何,将顾两家无非是顺应天命而已。 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后顾之忧,全然不怕功高震主,大楚江市对待叶白魁如何,黎阳赵市对待徐骁如何,我心知肚明。 徐凤年揉了揉下巴,眯眼笑道,这话才像话嘛。 看着那个洋洋得意的家伙,还没有吃完水饺的姜妮,趴拉一下,把筷子摔在大白碗上。 徐凤年非但没有心虚,反而瞪眼道,一碗水饺足足五文钱,碗里还有六只饺子,浪费了一文钱你不心疼。 反正我没带银子,等下你结账。 江泥先是愕然,然后冷哼一声,但到底还是默默拿起了筷子。 饶是心智坚韧如铁石的顾建堂,也有些哭笑不得。 顾建堂微微摇头,笑道,同理,你徐凤年当皇帝,有徐骁善待就不在前,又有你亲自征战在后,我顾建堂不害怕生前生后两世。 徐凤年叹息一声,喃喃道,当皇帝呀。 顾建堂加起碗中最后一只饺子,笑道,徐凤年,我很好奇,徐骁这辈子到底有没有想过造反,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要你做龙椅。 徐凤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问道,可知曹长青是如何说服王岁的? 可知如今王岁又是如何敢想?顾建堂犹豫了一下,前者简单,王岁一直放不下沦为黎阳走狗的冬月皇室,曹长青应该许诺过他将来冬月皇族子弟,得以出世甚至封侯拜相。 至于后者,就不好说了,也许王岁一怒之下,就真的帮助北莽南清中原,也许从此信如死灰,固守一地,纯粹以统兵大将的身份,跟你我二人在沙场上过招分生死,毕竟我跟他是死敌,他对于当年徐家灭春秋也有不小怨念。 徐凤年感慨道,春秋人人放不下春秋,吃完饺子的顾建堂放下筷子,看着徐凤年。 徐凤年回过神,如果不出意外,今年入秋北莽就要大举南下,我尽量说服王岁,哪怕不与你我合作,也别做那脚屎棍。 顾建堂点头沉声道,如此最好,焦东王赵虽已经答应我不管事态如何变化,他都会保持中立。 只要你能说服王岁按兵不动,在两莽大战陷入僵局后,我顾建堂会亲自率领两辽精锐北入大漠腹地,一鼓作气截断北莽南朝和北亭的联系。 到时候,你我二人以北梁和南朝两地作为纵身,兵力总计五十万,更作用铁器二十万,且不愁兵员,进退自如,哪怕加在北莽黎阳两国之间,又有何聚? 徐凤年沉默片刻,猛然一拍桌子。 姜妮吓了一跳,顾建堂眼皮子一颤,只听徐凤年高声喊道,伙计,再来三碗饺子。 姜妮深呼吸一口气,黑着脸,不情不愿嘀咕道,两碗就够了。 但是那个不花自己钱不心疼的败家子下一句话,很快让他如释重负,徐凤年对顾建堂说道, 奢账奢账,今儿劳烦顾大人帮忙垫钱,我和媳妇都囊中羞涩啊,恨不得一颗铜板掰成两半用啊。 顾建堂皮笑肉不笑道,哦,那一碗就够了。 我跟姜姑娘一样,不饿。姜妮红着脸轻声道,不然还是两碗吧,我也再要一碗好了。 那个殿伙计站在一旁不耐烦道,客观,到底几碗?三大碗也就十五文的事儿,至于吗? 黎阳大驻国顾建堂说一碗,大楚皇帝姜四说两碗,北梁王徐凤年说三碗。 店伙计正正看着三人,恼火道,得嘞,你们仨也甭扣扣索索的了,就我掏钱请你们白吃三碗饺子。 三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水饺端上桌子,顾建堂率先吃完,跟徐凤年起身告辞后,牵马走向摊子老板,留下那匹价值数百两银子的辽东大马,孤身北返。 小摊老板和伙计面面相去,最后两人笑得合不拢嘴。 徐凤年吃完饺子后,安静等着姜妮吃完。 等他看到姜妮把筷子搁在碗盐上,笑着帮他把筷子从碗上拿下,整齐放在白碗旁边的桌面上,老徐家为数不多的规矩,吃完饭筷子不能放在碗上。 他红了脸,眨了眨眼睛,小声问道,你真要当那傻。 徐凤年轻声道,顾剑堂说的话,可信但不可尽兴,一个人能够从洪家隐忍到永辉,再到降服,太可怕了。 姜妮点头道,我不喜欢这个人,齐待赵叔叔说过,你爹是出林虎,叶白魁是江叛交,王岁是箭头蟒,顾剑堂是洞口舌,前三人都是可以不计个人生死荣辱的雄结,唯独顾剑堂心思最为阴沉难测。 徐凤年摁了一声,我会小心的。 姜妮心大,什么顾剑堂,什么当皇帝都是听过就算了,他突然哀伤起来,可怜兮兮道,你就不能救一救齐待赵叔叔吗? 如果北梁有齐待赵叔叔出谋划策,你也就不用那么累了。 徐凤年无奈道,不是不想救,而是救不了也就不得呀。 沉默许久,姜妮突然小心翼翼说道,期待赵叔叔算计过你,你不要生气。 徐凤年摇头笑道,我生不生气不重要,我只知道那位西楚霸王对这个天下很生气,所以要拿太安城撒气。 小泥人低下头,开始擦拭眼泪,抽气道,我不想期待赵叔叔死。 徐凤年不知如何安慰他,只是轻轻说道,春秋真的结束了。 太安城,一波波箭雨就没有停歇过,朝那一席青山疯狂倾斜而去。 但是城外落子越来越快,几乎是一条光柱刚刚砸在太安城头顶, 第二条从九天清明中坠落的璀璨光柱就紧随其后, 每一次落子每一条光柱现实,那么所有箭矢就在半空中粉碎,根本无法进身。 太安城内的殿阁屋檐碎了,寺庙道观的中谷高楼也低矮了几分, 满城却应飞鸽也像是感受到了天空下沉的威压,高度越来越低, 已经低于高台楼阁,不得不在屋檐下焦躁盘旋。 春水解冻渐渐暖,河水湖水池水里原本悠哉游哉的鱿鱼开始跳出水面, 与天空中的飞鸟遥相呼应。 城头上的柴青山已经出过一箭,所被长剑野湖真正展现出地先一箭的气势, 破空而去,光芒绚烂,剑气之雄壮,剑意之磅礴, 以至于在城头和青山下棋人之间挂出一道圆弧形的巨大白红。 白红起于城头,落在青山曹长青的头顶, 结果白红如撞一座不可逾越的无形雷尺, 剑起一大团火花电光,声响刺破耳膜。 没法接张的冬月剑池宗主高高举起手臂,牵引契机, 那柄野湖在盘膝而坐的曹长青四周急速飞旋, 可惜不论如何声势浩大,飞剑只如无头苍蝇乱撞,始终不得近身三丈内。 当那柄飞剑不堪重负折断后,柴青山咽下涌到喉咙口的鲜血向前踏出一步, 双指并拢向前一指,轻贺一声借剑, 少女丹尔依所被长剑顿时出窍远游, 如一尾年又蛟龙出水,一道粗如水井口子的青色钢器笔直撞去。 如今的黎阳江湖虽未至香火凋零的地步, 但明眼人都看出一股由盛转衰的光景, 传言黄三甲倒行逆施, 把春秋八国残余气韵倒入江湖这座池子, 因此二十来年,谁满则营, 黎阳的武林看似草木丛生,盛机勃勃, 但其实一只独秀的大木纷纷折断, 已是所剩不多了。 烈火烹油热闹不长久的。 这座天下守善之城, 顾见唐谢观英皆已不在城中, 而杨太岁、韩生轩、柳浩施和齐家杰又相继死去, 青天间炼气是死伤殆尽, 作为阵眼的两座大阵又毁在徐凤年手上。 所以柴青山不得不站出来, 老人为宗门、为徒弟,也为自己的剑道。 当少女那柄翘中长剑如油龙扑面而来, 曹长青依然无动于衷, 笑容甜淡,右手粘子, 左手扶过右手袖口, 如同与人低语, 我大楚曾有人用兵多多益善, 势如破竹, 七十二大小战役, 无疑败继,心神枉之。 青青落子, 气势如红的飞剑, 在三丈外倾斜坠入地面, 如万军大石砸在地上, 尘土飞扬。 曹长青不看长剑, 只看着一枚黑子跳出棋盒, 顺着棋子视线落在棋盘上, 同时伸手去捏起一枚圆润微凉的白子, 微笑道, 我大楚友人, 诗文如百诗之功, 千金之弩, 如苍生头顶悬挂满月, 让后背生出, 只许磕头不许说话的念头, 真是壮丽。 义子落下, 泰安城中国子剑门口的那些碑纹, 寸寸崩裂。 我大楚友人手弹, 若有神明附体, 万下棋子轻敲, 却如麾下猛将厮杀, 气魄其绝。 义子落下, 曹长青微微将那枚稍稍偏移地生根白起百正, 与此同时, 所有鸡舍向他对面之人的闯弩箭矢, 都被一股刚风吹散, 迅猛划出原先诡计。 我大楚百姓, 星河灿烂, 曾有诸子欲言, 高僧说法, 真人讲道, 人间何须羡慕天上? 棋盘上, 黑白棋子, 落子如飞。 吴家剑种的老祖宗吴剑终于出手, 这位家学及天下剑学的剑道魁首, 不是从城头上掠下。 从外城到皇城, 一道道城门同时打开, 随后有一道细微却极长的剑气, 从北到南一路南下。 这一缕剑气, 有千骑撞出的壮烈声势。 柴青山出剑后不转头, 吴剑出剑后仍是不转头。 曹长青轻声道, 春秋之中风雨飘摇, 有人抱头痛哭, 有人言下躲雨, 有人借伞披缩, 唯我大楚绝不避雨, 命在雨中高歌死, 不去寄人篱下活。 剑气在曹长青三丈外略微凝质些许, 骤然发力, 蛮横撞入两丈半外。 绵延意气层层叠叠叠, 剑气直到两丈外才缓缓消散。 第二道剑气出城之时, 恰好有一道光柱砸在皇城门口的老人头顶。 吴家剑种的老家主抬手挥袖将其拍碎, 脸色苍白几分, 所沾地面更是凹陷下去, 背对皇城大门的老人缓缓走出大坑, 一脚重重踏出。 从身前到泰安城正南城外的遇到一条直线上, 地上出现的裂缝恰似一线长剑。 这一剑宽不过寸鱼, 长却达树里。 刹那之间, 剑气即将出城。 曹长青刚好落子在身前棋盘最近处, 城门内的遇到起始处, 一道光柱落下, 如长剑斩长蛇。 原本跟随剑气一起出城的吴剑站在城门口, 手中吴剑, 却做了个拔剑事, 大喝到曹长青。 来之不易, 回头是岸。 曹长青拈起义子, 这一次不等他落子, 只见那枚棋子怦然粉碎。 他侧面的高空, 凭空出现一道雪白见光。 随后, 就是巨大的碰撞声响, 如同洪亮发生在耳畔的沉中木骨。 城头城下众人不约而同的瞪大眼睛, 只看到那习青山所坐之处, 尘土漫天, 已经完全看不清楚那一人的身影。 等到尘埃落定, 所有人又同时提心吊胆。 曹长青非但没有死在那一剑下, 而且继续纹丝不动。 他所在的位置, 地面泥土已经被削去几尺, 所以曹长青就那么坐在空中。 棋盘上星罗密布的黑白棋子, 更是纹丝不动。 那个双鬓双白的中年如是, 终于抬起头, 不是看向北面城门内的剑种家主, 而是转头望向南方, 柔声道, 你生死都在这样的大处, 我也在, 一直都在。 就在此时, 几乎所有人都心口一颤。 泰安城内某栋高楼处, 站起身一名紫衣女子, 她轻轻落在玉道上, 她身体微微前倾, 开始向城外奔跑。 行义气神, 无意不是当事巅峰, 以至于站在玉道尽头的 无家剑种老祖宗 都不得不避其锋芒, 就让她那么撞出城外。 曹长青这一次落子, 极其缓慢。 紫衣紫气紫红, 一鼓作气冲到了曹长青身侧一帐外。 灰山大雪平, 轩辕清风。 紫衣轰然撞入一帐内, 然后瞬间停滞不前, 只见这名女子五指如钩, 距离曹长青的头顶不过两三尺。 对此无动于衷的曹长青身体前倾, 一手扶住袖口, 以免浮乱棋局, 当这枚棋子落下, 声音格外清脆。 随着骆子声在棋盘上轻轻响起, 她整个人被盗撞出去, 身躯在空中翻滚不停。 轩辕清风后背贴在城头之上, 她眼神冰冷, 双肘弯曲, 死死抵住城墙, 膝盖上血肉模糊, 嘴角渗出腥红血迹。 不知何时, 已有白发生的青山儒氏, 安安静静坐在原地, 摇紧嘴唇, 摇摇头。 大楚如胜曹长青, 他终于说出一句话, 一句他整整二十年不曾说出口的话。 这个天下, 说是你害大楚王国, 我曹长青。 不答应。 在他这次一人临城之后, 第一次念子高高举起手臂, 然后重重在棋盘上落下一子。 云霄翻滚, 棋棋下落。 中原天空, 低垂百丈。